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分享一点内容 这刚刚 这是实际是刚刚出来的 或者说川普刚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在美国大选当中 在2020年美国大选本身这件事情 一直延续到现在 从来没有结束过 这是肯定的 那针对川普的打击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 就是阴谋推翻美国大选的结果 这是一个通常的说法 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川普 2024年进入美国选举的可能 所以包括司法部 FBI 包括中院的民主党 控制了中院的调查委员会 那全都以作为美国大选 2020年的一个客观结果为基础 说这个结果是毋容置疑的 不得更改的 是一个完全合法的 是一个被就是就是一个怎么看都是都是一百万的正确的一个结果 来以这个为基础来促成川普犯罪 促成川普犯罪 就是推理成川普犯罪 但他的基础就是美国大选本身呢 是一个公正的 合理的 民主的 正当的 宪法的 全全美国人民的 国家的 那他 而恰恰是这件事情 在川普本身进入美国大选的 2020年大选之前 前后一直是处于在 美国处于在一种紧急状态的背景 那是2018年9月份或者10月份签署的一份行政命令 就是美国在选举期间的处于紧急状态以防止外国外国社会的外国国家的对美国大选的干涉 以及针对对美国大选的结果的影响 那结果在2020年选举之后 美国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要被川普要求在65天之内 要拿出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就是讨论有关45天之内 45天之内 这份报告在讨论有关美国的 这个美国这一次大选的是否遭受到美国海外势力的影响 那一共当时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总管着全美国17个情报机构 包括FBI CIA司法部的情报反情报科 那国土安全部国土安全部网络情报局 那美国陆军情报局美国空军情报局 就是大概是一共有17个 那后来加入第18个就是美国太空部队情报局 那在当时呢要是要求所有的文件 就是所有各局应该在2020年12月18号 之前完全就汇总出来 结果其中有五个局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报告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拒绝接受他们的报告 从而促成了整个报告的流产 那那里拒绝接受的包括FBI CIA 包括国土安全部 司法部司法部的情报局 基本上大概有五个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的那份报告就没有出来 没有没能做成 所以2020年12月16号 大概下午四点多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声明 说这份报告拿不出来 而按照我们当时看到的故事呢 如果川普拿有这份报告作为基础的话 川普在全美国就实施军管 没收所有的投票机 那当时就可能委任鲍威尔 作为总统的特别检察官 大概故事 我们现在看起来故事是这样 那现在作为司法 作为这个中院的司法委员会 也是站在这个角度认为 他去 为什么要治川普罪呢 说川普早知道 美国大选的结果是真实的正确的 不曾遭到影响的 那当时冲突比较大的是 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局的 那个局长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 选举最公正 最干净 最不受过干扰的影响的一次选举 那后来川普把它给fire掉 那fire掉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实际你改变不了结果 改变不了结果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故事 那我们介绍了整个这个背景资料 是跟现在这篇报道有关 这篇报道 大家看到的是10月5号 是昨天的 这篇报告的原文是10月3号 来自于纽约时报 那纽约时报就引述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专门做选举软件的公司 一共有21个人都是密西根州的 然后有另外6个人是在澳大利亚的 那这是一个小公司 但是这家小公司却影响了美国 在国家选举当中 它的具体软件的提供 是由这家公司提供 那这家公司的老板 是1987年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的移民 现在是美国公民 这个人姓于 那结果在10月3号的时候 在纽约时报登的文章是说 在选举当中充满了阴谋论 充满了一切阴谋论 充满了这个充满了那个 那这是纽约时报 站在左派媒体的角度 去讲述了再一次为这一次 11月8号美国中期选举 去做舆论做推广 说那选举一切都是公正的 怀疑选举的人 就是一个阴谋论者 是一个推翻者 是一个见不得阳光的人 是个老鼠 是个whatever 他就把他整个就给骂了一番 结果在10月4号 又是纽约时报 又是同一个作家 这个人叫汤姆森 又写了一篇文章 然后就说 我们昨天说的整个阴谋论的一切是错的 阴谋论不是阴谋论 是真实的 完全是真实的 原因就是 刚刚被他赞扬这家软体公司的老板姓于 结果在10月4号的时候被FBI抓的 而抓他的本身的被起诉的呢 是来自于加州的检察官 一个左派检察官抓了他了 原因 这位姓于的老板 把他所有与美国民意调查工作人员相关的 所有大选的资料 大概200万人份的个人资料 全都转到北京去了 而与美国大选相关的所有的date 所有的数据 是储存在中国大陆的云台上 美国人就是个笑话 这故事这篇内容就 基本就是这么个内容 那现在呢 这个人已经被抓了 那当然就说要过堂啊 要证据了 这是没错 但我跟大家说这个 整个讲这段故事 就是说 美国大选是一个很可笑的结果 操纵美国大选的人 是习近平 不是第二个人 操纵美国大选的人是习近平 在纽约时报报道当中 还在一再讲说 既是把这个人抓了 那并没有影响大选结果的客观性 也没有影响大选结果的真实性 也没有 What ever 反正纽约时报是这么登的 但他是中国人 咱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玩这一套 他把资料 若干年来 可能超过了十年 美国大选资料 全都转到北京去了 那转给北京干嘛是 习近平看着当数字 说他们都骂我是猪 所以我认识美国的大选数据 我能读这些数据 你能够说我是猪吗 我绝对不是猪 就干这个用 是不是 因为他不影响大选结果 对吧 不影响大选的公正性 不影响大选的合理性 这是纽约时报说的 有这么见骨头的吗 有这么生病的吗 有这么没有尊严的吗 我可没说你下贱 下贱不下贱 你自己评价对不对 把数字全给中南海了 中南海拿着没事干 说哪儿抛个坑 这数字挺大 抛个坑藏起来 藏起来干嘛使 到时候川普挖出来 有地儿挖 咱跟川普到时候勾结 勾结干点什么的时候 跟他说清楚了 什么和什么呀 这就是 诶 整个故事是这么个故事 那他现在的这件事情 刚刚揭露出来 我跟大家分享的 两家媒体的报道 不是纽约时报的 一个是布兰巴特的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华盛顿观察者的 华盛顿观察者的 比较长 他做了很多分析 那我们就作为事情的本身 我们就跟大家解释 这个真实性 纽约时报 试图淡化 选举软体公司的 被怀疑后的一天 那这个人姓 这个老板姓于 涉嫌向共产主义中国 输送美国投票站 工作人员资料 而被抓 10月3号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个人是汤姆森 说一个小的选举公司 如何成为阴谋论的目标 所以在当时 2020年美国选举的时候 当时舆论上已经针对他去了 因为选举 那如果他是软体公司的话 很显然 涉及到一些投票 与投票相关的 你使用电脑的 对吧 或者是不是跟投票机有关的 就都能够连在一起 因为他是软体公司 他是设计软件的 那当时成为攻击阴谋的目标 选举的谴责者是针对 密西根州的选举软体公司 叫Kennig 这公司21名美国员工 具有缺乏证据的理论 说这个公司呢 是跟共产党有联系的 那在后门 开了个后门 允许中共访问美国的 约200万投票站的工作人员的 个人资料 那这些个人到底 在这个过程中受过多大的影响 人说受什么影响 上他们家门给块糖吃 so what 那边缺女人送过女人呢 那边缺男子送过男的 so what 共产党送这些 送糖 送肉 对不对 送鸡 送鸭 送鱼 过年时候上您家看看 还有月饼 因为他个人资料 全被泄露了 那有什么不成的 对吧 然后汤姆森认为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任何暗示这种说法的人 都是神经病 都是否认选举的 都是跟川普是一伙的 结果一天之后 10月4号 发表了汤姆森另外一篇文章 说选举软体的高管 应涉嫌盗窃而被抓 他说发现美国使用者资料 存在了中共国 而这个CEO是涉嫌盗窃而被抓 也就是说汤姆森自己嘲笑了自己 同一天的所有的文章 所有内容 还有这种事吗 美国是左派媒体也挺行的 这记者真能是 真能叫臭不要脸 其实也不叫臭不要脸 左边脸这边右边脸 左边脸贴右边去 一边没皮没脸 一边二皮脸 左边脸贴右边去 一边没皮没脸 一边二皮脸 就这个 中国人吧 洛杉矶的 洛杉矶县的地区检察官 叫着 他办这件事情 他抓他 资料泄露 对我们数字生活方式持续威胁 委托公司储存我们机密资料的时候 我们必须愿意 而且能够保护我们个人的身份 身份资讯不会受到盗窃 但我们是受害者 公司发言人说 我们正试图了解 到底我们的老板发生了什么 已经被非法拘留了 非法拘留了 他坚持诉讼中宣言 说他处理所有资料都是合法的 任何洛杉矶县向他提供的 该公司有关民意调查工作者资料 因此不可能像建议那样是被偷走的 那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 有理由相信 选举人员的个人资讯形式处理不大 所以事逐将鱼引渡到洛杉矶 而这个故事就 他是这么个报 这故事什么意思呢 这家软体公司 起码他的软体 用在了美国加州 洛杉矶县的选举的所有设备上 所以而在选举当中 在谜调查当中 这些在这个县里面的人 工作人员 他发现自己的资料被盗窃了 被这家公司盗窃了 所以应该是在那里面 在洛杉矶县检举了这个姓渝的 而这个姓渝的公司是在密西根 所以洛杉矶县的检察官 政府的人员 检察官发出了逮捕令 那一边的应该是相应的FBI的人 就抓了姓渝的 所以才从要求从这个密西根州 给他引渡过来 所以整个故事呢 他就做这么一个报道 原文的报道来自于这个 来自于纽约时报 那在这个 而在这个 华盛顿观察者报报道是说呢 阴谋论不是被 阴谋论不仅仅是理论上的 被证明是真实的 他也是从这个角度上说的 他就讲述了整个这个故事的过程 27名员工 21个在密西根 6个在这个澳大利亚 那整他 而整个呢 他们是呢 曾经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 他们是真正关系的 2020年美国选举结果的 真正的阴谋者 操纵美国大选阴谋者 是这家公司 被证明是真的 是证实的 其实你们说简单点就完了 对不对 绕了一大圈 这家公司 就是2020年 美国大选结构 阴谋的怀疑者 大家认为是他们干的 结果呢 都说不对 结果今天坐实了 就是真的 就这么回事 费尽塞 然后纽约时报的记者 用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讲说跟共产党 有多么紧密的关系 从后门上访问了 200万投票站的工作人员 个人资料 当时在2020年美国选举之后 大概在11月份 二十几号的时候 就讨论了后门问题 如果你讨论后门问题 其实在当时 我印象比较深的 是朱利安尼跟鲍威尔 就讨论比较多 讨论比较多 在议员当中呢 其实包括克鲁兹 卢比奥都讨论过 卢比奥讨论不多 卢比奥当时就隐身了 但克鲁兹就讨论过 这个问题 和包括其他一些人 在过去两年里 纽约时报说 阴谋论者将选举官员 和被选重要私人公司 一些古怪的选民欺诈指控 而对于这家公司呢 是非常直接了当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这是真的 那里面就讲述了 整个这家公司如何如何 然后说 理性的读者都认为 堪尼克是一个无辜的公司 生产东西都很好 一直是疯狂的阴谋的 如何如何如何 因为文章它写的很长 我不准备去 我准备跟大家分享 是川普的评价 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川普的评价 川普的评价是这样 真是个大东西 这可真是个大东西 是啊 真是个大东西 这出来是每个人都说他 他们是阴谋论者 现在事实证明 阴谋论是真的 要感谢叫拜伦约克 拜伦约克应该是地区检察官 为什么FBI跟司法部不做点什么 这是他们所说的 发生的是真实的部分 真的是发生了 他们一直说这是假的 洛杉矶地区检察官 乔治加斯孔抓捕了他 那如果乔治深入了解 这一欺诈方面的话 毕竟这是他的工作 他可能真的成为了右派的 右翼的民族英雄 他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软弱无弱的形象 成为全国英雄 我们向他升起美国国旗 那我咱坦白讲 川普这个说法呢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 这就是川普大嘴巴 他是左派的 他把他抓出来不就挺好吗 你管非要非什么左派右派 右派左派全是敌人 右派全是人民 如果左派全是敌人 右派全是人民的话 那你共和党当中那么多所谓的右派 不同样是背叛你 所以川普有些话是不该说的 没必要 有朋友一说这就不高兴 超哥你又说川普 废话他根本就没必要 他今天不是英雄吗 非得到右派才是英雄吗 你干嘛分派吗 吃苹果派好不好 对不对 还有草莓等等 所以很多事情一点必要都没有 比如说这是政治素人 他不是政治素人 这不是一个政治素人 是不是政治素人的问题 这是川普内心中自我傲慢的一部分 这是他的弱点 他自我的傲慢就把持着这一份东西 那你现在推特出现这种状况 跟他在社交媒体中真相社会的对立 你怎么看 很麻烦的 对不对 很麻烦的 所以很多事情是自己促成的 而且完全没必要给自己设个门槛再卖过去 何必 那当然川普就这么评价了 所以这件事情 会不会最终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 美国的2020年选举 并不清楚 但这是真的 习近平操纵了美国2020年选举的结果 感谢朋友们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